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今天就来顺便做一个开箱 让这个一手变成二手 这个价格是买的价格应该是270多块 其实照比之前的果冻龙 不是果冻龙 气泡兔子坦克是便宜了不少 100多 毕竟这一次是通贩 好 来看一看吧 带了一张问卷 然后这是说明书 黑色的背景卡纸 然后是玩具的主体 直接打看一看怎么样 这次应该不会中奖吧 没有中奖 好 手型部分 一 二 三 四 五 总共是提供了五对替换手型 然后咱把它直接给拿出来 全都是银色的漆面 这感觉怎么性价比 隐约好像比之前的气泡兔子坦克 好像性价比高一点 涂装很多 然后武器部分提供了一个双重破坏者 有武器 很好 好的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双重破坏者的细节部分的表现 首先 目前这个默认形态属于远程的枪形态 在这个炮管部分 其实可以看到是带有可动的 可以向后方来进行移动和旋转 而另外在这个墙口位置 也能看到采取了一个红色的涂装来作为点缀 咱们给它移走之后来看一看主体部分的表现 首先在这个前端是使用了亮面的蓝色油漆 通过反光可以看到一定的光滑质感 而其他部分基本上都是一种银色涂装了 在四周则是很细小的纹路细节 我个人感觉看的还行 挺精细的 而第二种形态就是作为变形之后的 像是钻头一样的进展形态了 在前面可以看到一个金色的小钻头 上面给了一个凹陷 咱们可以用指甲给它往来扣 扣到一定程度之后往来拔 然后再往外拉 会有一个明显的固定位点 但是就算是固定完成 这个枪头部分 钻头部分也会感觉有那么一定点晃动 而这个钻头部分则是可以看到 使用了大量很金的这种金色的油漆 同时在这个杆子部分 有点一圈二圈的螺旋状的螺纹 好了咱们这个部分不看了 给它装进去 我感觉松动的话 可能也是为了考虑到漆面 不受到划伤 好固定回去 在顶端则是这个螺皮的部分了 这个部分可以进行拆卸 咱们拆一下 好像看到了一个水口 主要这个水口的位置 毛刺在这个龙角 在这个部分 这明显是一个多余的水口皮了 倒是无所谓 然后正面可以看到 带有那么一些涂装分色 而这个部分是可以变形的 首先龙头部分 咱们给它往外翻一点 太细了 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 超级小 然后尾巴部分 给它翻出来 超级细超级小 看一看 感觉还不错 当然目前还没完 在这个龙后背上 这个瓶子 也是可以进行拆卸的 可以看到 是这种透明蓝色的 拿下来之后 在下端 明显带有一个固定卡榫 而表面部分 则是带有一些 已经是肉眼 看不太出来的 一个细节纹路了吧 太小了 实在是 而这个瓶子部分 拆卸完毕之后 也可以安装在 双重破坏者上 装在右侧 左边控鱼之后 咱们可以来把腰带部分 这个龙脊牙果洞 也给它拆一下下来 真的是很小 这回这个 好的 然后咱们给它 安装到左侧 真的是很小 好 安装完毕 可以看到 两侧都是可以安装的 这个部分的表现 还是挺不错的 接着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果洞部分 这已经是很难拆了 太小了 果洞部分 那么对于这个龙脊牙果洞 可以看到尺寸 也是非常小的 手里面拿着都很费劲 我拿着这个部分 就是用于安装的 卡榫部分 而这个主体 相信大家应该也是非常熟悉的 就跟咱们在超市里面 喝的那个喜智郎CC 和那个东西是差不多的 就是果洞爽 是吧 这个部分 做了一些 这个塑料包装的褶皱 而正面 是带有一个龙头的标志 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 其他部分都是银色涂装了 有点褶皱的感觉 那种捏的 果洞包装 好的 全部清理完毕之后 咱们把这个腰带 还原成一个完整造型 首先第一步呢 就是把这个龙脊牙果洞 给它安装到这个腰带中间 注意啊 这个部分是没有营销的 是厚夹的 而腰带的驱动器部分呢 正面是和这个双重破坏者一样啊 采取了大量的这个亮面的蓝色油漆 然后其他部分啊 就是一些银色的分色 很细小啊 中间透明分件 然后侧面呢 也是个透明分件啊 中间夹了一些颜色 在这个握柄部分 是一个很淡的黄色透明件啊 像是扳手一样的 这个部分呢 是可以进行移动的 不过这个手感感觉 有点吓人巴拉的 就是有漆面 另外一个这个结构很细啊 别扳断了 可以移动 不听到啊 这个阻塞感的声音 嘎嘎嘎嘎的 总的来说啊 个人感觉这个腰带部分 看起来有那么一点糙啊 特别是这个侧面 真正腰带的部分 这个涂装粉色 感觉可以看到很多的 飞边啊 溢色啊 都有 看起来不是特别好啊 这个部分 接着呢 我们从这个局部 回到主体啊 可能是因为上一次 玩完这个气泡兔坦克之后呢 已经有点习惯了 所以说啊 在这个身形比例方面 我个人感觉看起来 还算可以吧 那看一看正面 看一看侧面 包括背面啊 个人感觉还不错 而我个人感觉啊 这款鼓动龙啊 最吸引我的一个部分 还是在这个主体部分 采取的大量银色漆面 我还记得上一款成品模型啊 我接触的银色漆面最多的 还是那款海盗X0啊 相比之下 比这个差了很多啊 而且漆面部分 会看到很多颗粒 这感觉应该算是比较平 滑了 而另外呢 比如说在这个手臂部分 包括大腿根部啊 可以看到 针对这个皮套部分的质感呢 是刻意做了一下 这个褶皱的处理 比如说在这个腰部 还有手臂的后方 包括这个位置啊 个人感觉啊 在这个视觉方面 表现的还不错啊 而另外呢 比如说这个大臂的上端 或者是这个大腿的上端啊 都可以看到 是采取了这个移印的标志啊 这个风格方面呢 特别像是食品检 或者食品成分的这个说明啊 毕竟啊 这一次是果冻 这个风格方面呢 表现呢 还是比较清楚的 咱们来看一看 其他部分的细节啊 首先来看一下头部啊 这个头部感觉还是挺叠致的 在这个头部呢 无论是正面 还是侧面 包括顶端啊 都可以看到 是覆盖了大量的 这个蓝色透明件啊 那这个发色的感觉 还是比较透的 同时在面罩的正面啊 也是提供了不少的 这个细节纹路 比如说这个牙齿类的尖刺啊 包括这个脸部的 整个一些 转折细节都有 同时啊 在这个顶端 这些部分是采取了一个 类似珠光漆的分色啊 因此像这个眉毛啊 包括这个脚啊 包括这个侧面啊 通过光线的这个折射 会形成不一样的感觉 嗯 还是很清楚的 而这个眼部呢 个人感觉是没什么好说了啊 其实也是采取了金属色 不过呢 相比之下 看起来会 显得比较暗淡啊 那主要细节呢 都集中在了这个头部正面 好的 接着呢 再来看一看可动啊 首先抬头 包括低头 整个头部的左右侧摆 包括旋转啊 嗯 感觉还可以啊 基本上是正常人的 这个头部的可动范围 接着 在这个胸口部分 可以看到啊 也是使用了一大块的 这个浅蓝色的透明分件 来作为这个龙头的标记啊 其实呢 这个是龙的鼻子 包括嘴啊 包括这个眼部 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啊 但是呢 作为固定啊 在这个眼部的位置 采取了一个大卡榫 安装在胸部 因此呢 从这个正面看起来 就像是 一个大圆形的眼睛一样啊 有点萌了 个人感觉啊 在这个凶狠度方面 会打了不少的折扣啊 特别是这个大卡榫 很明显 其他部分还可以啊 那其他的这个 透明分件部分啊 主要在这个肩甲位置 这边是镶嵌了一块 包括这个手部的护甲 也有镶嵌 同时呢 翻到后面 可以看到 后背部分 也是镶嵌了一整块啊 这都是蓝色的透明分件 而背面 所预留的这些纹理结构呢 如果是涂上红色 就和这个独角球的精神骨架 是非常相似了啊 开玩笑啊 好了 那么翻到正面呢 正面可以看到啊 肩甲部分 这边是进行了 这个龙头的移印啊 这个图案 而这个结构呢 明显就是一个平嘴了啊 两侧都是平嘴 方方正的结构 那这个肩甲平台的话 因为这个龙的 这个鬃毛的关系吧 可能是会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来看一看 手臂部分的可动啊 首先 需要测试的是平台 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样子了 这个鬃毛部分的干涉 还是很明显 来看一看这侧啊 这侧应该不会这么夸张 大概90度啊 明显是比右侧高很多的 接着呢 手臂的旋转 这边的话 避开的话 应该也可以啊 大臂的旋转 然后曲肘部分的表现 90度 那在这个肘关节部分啊 这边是采取了 一个灰色的长颈色啊 并非是银色长颈色 在这个手肘部分啊 会可以看到 比较明显的一个分担感 另外呢 在这个腰部啊 其实这个部分 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分件 带有轻微的可动 那 慢腰的话 往后仰还可以啊 往后仰还可以 往前的话 就会被这个腰带给顶住 然后左右侧摆 大概这样的一个幅度 整个腰部旋转 接着来看一看 这个腿部表现 首先大腿根部 旋转没什么问题 不过呢 我发现啊 这个左腿和右腿 这个平装关节啊 这个左腿的明显 会感觉紧一点 而这边呢 是有点松啊 不知道为什么 这边有点松 这边感觉阻测感还好 然后呢 来看看前踢 前踢大概是标准的90度 然后侧踢 侧踢大概45度吧 后踢大概也是45度啊 不算特别强 然后屈膝的话 屈膝的话 大概是150左右 可以看到啊 这个膝盖部分 也是采取的这个灰色的成型色啊 并非是银色的成型色 在这个脚部呢 可以看到前端部分啊 也有类似这个平口的设计 那么整个脚部呢 可以实现整个的旋转 包括左右侧摆啊 上下抬起幅度 脚部表现还可以 而且呢 是两端结构 大概这样了 来看脚底的纹路 那么总的来说呢 虽然说啊 咱们这款鼓动笼 在外观部分可以看到 使用了大量的这个银色漆面啊 个人感觉还是挺漂亮的 不过呢 在这个通过把玩啊 会发现 这可动部分的表现 并不算是特别强啊 而且呢 这个银色漆面部分 通过把玩啊 也会存在一定的掉漆 因此啊 个人感觉 各方面的表现呢 算是中规中矩吧 但是银色漆面部分的表现 我确实还是挺喜欢的 而且这个蓝色透明分件啊 呃 也显得比较通透 那么好的 咱们今天这款SHF的果冻龙呢 就简单玩到这里啊 嗯 个人感觉啊 和上一款咱们玩的那个 气泡兔子坦克相比呢 性感比方面应该会高一点啊 毕竟这个是通贩 虽然说也要270多块啊 但是照比这个400多块 肯定是便宜很多了 而且呢 在漆面部分啊 也使用了大量的这个银色涂装 同时呢 在这个头部啊 包括胸口部分 还有四肢部分 后背啊 等等 都可以看到使用了这个蓝色的透明件啊 个人感觉看上去还是挺好看的 不过呢 有时候不足的话 就这款SHF的果冻龙啊 在可动部分的表现是一般般的 而且呢 在这个大腿平章关节啊 我这个感觉有点松 嗯 其他部分没什么可说了 同时呢 也是希望我表弟啊 能够喜欢这款果冻龙 同时呢 也不要介意我的把玩啊 另外呢 也马上要抬学了 现在我的心情啊 真的是慌得一批 那么好了 我们本期开箱呢 就开到这里啊 大家喜欢视频的话 别忘了给咱们视频 多多点赞 投币收藏支持 同时订阅评头论组的频道账号 最新的节目更新 都会第一时间推送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呢 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